中断近三年的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 复航满100天 客流量持续增长 出入境旅客近5万人次 为台宝往来两岸提供了便利 而对于民进党当局 阻挡大陆游客赴台 由岛内党派团体前往陆委会抗议 批评民进党当局相关政策 严重伤害台湾产业发展 民进党当局迟迟没有开放大陆游客赴台 新党桃园民意代表参选人 新党副发言人游志斌 17号率众前往陆委会抗议 批评陆委会已变成让陆客卡关的衙门 严重伤害台湾观光业 游志斌说 疫情三年 台湾很多观光业者倒下 开放陆客来台是观光业者共同期待 应该立即开放更多陆客来台 截至4月17号 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满100天 厦门边柬总站 累计验放小三通客轮近600艘次 查验出入境旅客4.95万余人次 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以来 航线不断增加 搭乘人群不断扩大 航线由最初的每周26个航次 增加至最多118个航次 其中4月1号 小三通出入境旅客突破2000人次 创下单日客流峰值 这么二十万一个航 Mitte 中央 中央